快速的插入列 而且列高的話 最好是可以再增加 列高我這邊調一下大概50吧 OK大概 高度把它改成50 因為是很難調到剛好50 我這邊是把它調50 然後刪除列 OK 就是這樣子 那怎麼撰寫這個對應的程式 第一個我剛剛講到的 你可以怎麼樣 一樣在那個程式裡面 我把這個放在 乾脆就放在那個下面好了 放在剛剛的下面這邊 放這裡好了 OK 那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插入空白列 我們先從插入空白列開始看好了 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是說 需要 假如說我今天要 針對哪一個插入列 其實主要應該是從 每一列的下方 因為如果你從這一列第32列 插入列的話 它其實基本上插入的是 上一列的下一個 所以基本上 應該是從第30幾列呢 第33列開始插 那你想說為什麼要從下面往上 其實會有個問題 就如果你假設你從這邊開始 從第3列插入列的話 那它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插入列之後 原來的列會往下 也就是說 假如你要往下 比如說你今天跑個回圈 我先看好了 for i 等於第3列 到第幾列呢 假設我們到第33列 插入空白列的話 那你變成說你只要插入一個 第3列之後 再來就是第4列 可是問題喔 你插入 列之後的話 再來第4列 如果再插入一列的話 那你會發現 它又一直 會 因為你的位置變更 而造成你插入列 就會失敗 OK 所以呢 如果我們 不影響 不被影響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反續插入 也就是我今天如果假如說我第33列插入之後 我要再插入第32列的話 你會發現因為我的列在下方 它不會受到影響 再來就31 31如果再插入的話 有沒有 再30 基本上 如果 反續插入的話 那基本上 就不會被影響喔 同樣的道理 反續刪除 一樣也不會影響 否則的話呢 如果你跑回圈喔 你那個回圈的那個 i的值喔 如果 改變的話 那你可能就會 插入錯誤的位置 除非說你要再把 i加1 或i減1 那很麻煩啊 以前我 在沒想到反續 插入跟刪除之前 我是真的把 i加1 i減1 可是問題 我覺得太麻煩了吧 因為每次都要計算 而且計算還容易計算錯誤 但是如果你反向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只要知道幾件事 從哪個地方開始 從第33開始 所以喔 我們從第33列 先插入一列 一直到哪一列呢 一直到第3列 所以我就知道說 第3列應該沒錯 我知道這個範圍之後的話 那我就寫一個 插入列 那反向的話 記得是 4i 等於 反向33到3 記得喔 後面請你如果你反向的話 記得加一個step 空一格加一個-1 這個一定要加 因為如果你假設是正向的話 不用加 預設是1啦 可是如果你顛倒過來的話 那記得喔 你要加一個step 後面加一個-1 負一的話就是越來越小的意思 OK這個一定要加喔 然後一樣enter兩下 打一個next 再來的話就要插入嘛 插入列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從第33列 插入列喔 記得就是列物件 叫ros 那一樣刮弧 刮弧裡面的話 放什麼 放i就可以了 不過如果你放了i之後呢 你後面要加點音色 它不會提示 不會一樣的道理啦 如果你不加刮弧 然後它會出現喔 有沒有 如果不加 點的嘛 你會發現這邊會出現 insert 那其實喔 如果insert假設不難拼的話 那沒關係你可以什麼 insert就ok了 然後裡面加個i就可以了 關乎後檔 OK好 這樣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insert 這樣我們就執行它吧 全部都ok了 第33 有沒有 然後第 一直到哪裡呢 一直到3 每一列呢 就幫我插入列了 ok 第一個 沒問題了 第2的話呢 再來反向 要把它刪除 可是刪除怎麼刪 一樣喔 當然以前的寫法是 3 5 7 9 可是問題會 跟剛剛一樣啦 如果你把它刪掉的話 那會怎麼樣呢 它會變成原來5 就會變成4 哇 那就不對了 很麻煩 所以一樣的道理 反向刪除 可是反向刪除你會發現喔 要怎麼刪會比較ok呢 一樣你要先決定它一個開始刪 63 再來多少 61 再來多少 59 所以你會發現喔 他們之間喔 step是多少呢 要-2 ok是-2 所以呢一直到哪一個 一直到3 為止 所以程式應該會寫吧 所以把這一段複製過來 習慣是選取這一段 然後呢按Ctrl鍵 把這邊改成 本來是插入 改成要刪除 OK刪除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把這邊改成這個所謂的 看一下哪一個 最底下這個 記得不要寫63 63到3 所以63 那step記得喔 把它-2就可以了 不過程式記得寫的時候啦 一樣要 先備份一下 你這個工作表 我的一樣喔 如果寫錯了 那就回不來了 OK 不過理論上這樣應該 OK啦 或者你按F8了 F8 有沒有 先刪掉 現在是 跟正一下 這個應該是 把它改什麼 改Delete 所以 Delete Nest 好 然後就把這個i 是第63 所以這個 這一槓敘述是 把63列 的這個資料 整列的話呢 幫我把它刪掉 執行 他就刪了 Nest 因為他是-2嘛 所以6 這個地方的話變成 就63-2變61 61列刪掉 61列刪掉 依此類推 59 57 所以全部都執行的話 按下這個全部執行 OK 好全部都把它刪除 完成 OK 那這個完成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 當然同學會說啦 如果 再增加兩個按鈕 插入 那一樣喔 把那個什麼呢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個改變 調整一下 也這樣的話 其實就 蠻OK的 你要的話 就按一下 不要的話就把它刪掉 那另外的話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變化啦 比如哪些變化 就同學說 老師這個列高好像不夠高耶 可不可以喔 就幫我調整一下 最好他列高是多高呢 大概喔你會發現那邊有個數字嘛 高度後面那個數字 不過也有像素啦 我們主要是看 冒號後面那個數字 大概50好了 如果要 插入一列之後的話 那剛好就50 或者好像這樣也可以按右鍵這邊有列高 你也可以在這邊輸入 列高就50 他就剛好50 類似像這樣子 可是要怎麼樣剛好 我插入一列之後 就 插入一列之後的話呢 那列高自然就調整成50 我先刪掉 其實我們可以在哪個地方呢 在音色的下一行 可以再增加 就是插入一列之後 順便把那一列的列高 把它調整成什麼 50 那寫的方法是什麼 假如蘭 這個當然不加也沒關係 不過 可能加的會更好 因為 就有同學會 會提到需求 說是插入列沒錯 那個列太 窄了 就是放不了幾個字 那將來如果還要再調整麻煩啊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插入之後 順便調整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他這邊有個叫 Rose點什麼呢 他的列高的話叫Row High Row Row High這個 給這個屬性就是 有點像你 按滑鼠右鍵 列高那個屬性 那將來啦當然喔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如果有些程式不會寫 或者你不知道說 怎麼去抓到 這一個屬性的 這個程式寫的方法 你可以用錄製聚集 比如說你要怎麼錄製 就是你按滑鼠右鍵之前 你先錄製聚集 然後在 選取 按滑鼠右鍵 然後呢 再輸入50 好 那錄製完之後你就看一下那個 錄下來的聚集 你會發現 裡面就有這樣的寫法 你可以拿來參考 所以其實錄製 有些程式不會寫沒關係啦 你可以 用錄製參考 慢慢慢慢累積 其實很多不會寫的也變會寫了 OK 所以Row High 其實我也是這樣查的 有些東西 用這一招好像不錯 哪一個Row High Row High等於50 然後記得 刮虎一定要加 因為 如果你不加 他變成所有的列 假如你沒有加哪一列的話 他就變成所有的列 這一個工作表所有列就變50 哇那這樣子就麻煩了 就可能要再重調了 OK好 那這樣子OK之後的話 我就加這一行 那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插入空白列 有沒有發現 他插入一列之後的話 順便把他列高 調整成50 那刪除沒有影響 因為刪除 反正不管他列高多少 通通一樣 就把他刪掉 不會影響 OK 請各位試一下 插入空白列 跟刪除 空白列 這個兩個程式 那我一樣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在第16頁的地方 下面這裡 剛剛這一段 不過這一段是有列高 列高 把它調大 那就這兩個 其他的話 還有同學問到什麼 除了插入空 還有加標題的 怎麼加 反正 還有什麼呢 還有說 刪除 空白列 還加兩個 三兩個 對不對 也可以啦 只是 要再變化 其他的話 如果興趣同學 可以在自己 再去做變化 另外的話 裂高 變50 我是在這邊加 剛剛這一行 OK 其他就長這樣子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來吧